Naleo聊世界 天天都不星 大家好 我是Naleo 今天来看马来人对上西班牙人 这场比赛是无法御图的冲突 OK 这场比赛呢 一样是谁的初始城镇中心 被打爆 谁就输了 所以呢 比赛的紧张程度是非常高压的 非常可怕 谁的TC被拆 谁就结束了 所以这个前期 中期快攻 还是要存 是蛮 让玩家们有一个判断在的 那这边呢 塔套是选择了马来人 先来介绍一下马来 马来人拥有 生时代这一块速度的文明特性 而且步兵铠甲免费给 而且后期呢 也可以点下增兵技术 可以不需要黄金 就可以生产生手剑兵 而且后期呢 也有这个四则大象可以打 而且拥有强奴母子环 所以整体而言 马来人是一个 全能型的文明 打什么都不差 只有骑兵路线稍微不行 但是他有大象可以用 好那接下来看一下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的火枪的攻击速度 是游戏一面最快的文明 而且呢 他们研发一个科技呢 也可以获得20块黄金 那后期的西班牙人呢 黄金会非常多 而且他的兵工厂升级也不需要黄金 所以后期前期打西针 后期转火炮 或者是转游侠 都是非常 非常简单的 压力会稍微小了很多 那西班牙人打法 还是比较围绕在这个 步骑作战 游侠配几兵 还有火枪火炮的路上 那他的战毛兵也是可以用 但是他的打法还是比较偏向于打游侠 会比较有杀伤力一点 好接下来看一下两边封建时代会怎么打 好那这场比赛呢 是开局双TC的关系 所以两边呢 初期的目标 都是要让自己的肉不要断 要去产出比较多的食物来 让自己不断存 看来这边塔塔看起来做得比较好 现在存在中心的闲置 只有20秒而已 viper这边是33秒 差距只有短短的13秒而已 OK那现在的食物量来到23个人吃肉 这边塔塔是20个人 那这边开局蛮特别的喔 中间这里有肉马 然后外侧也有肉马 这就是职业选手们喔 打这种特殊地图很累的地方 两个肉马一直都要动喔 要一直控一直控控的很累啊 那这边肉马主要侦查呢 还是要侦查外面的位置喔 中间其实蛮窄的 很快就可以侦查完 而且资源分布都比较平均一点喔 中间都是黄金啊 那上方这只肉马要做的事情就很多了 待会除了要侦查还要去用这只肉马去搞点事情喔 例如偷打对方的村民啊 或是要卡个位侦查 再侦查 都是很重要的 好 那塔塔这边是决定要把木墙拉到这个位置 直接把这里给围死 下来木墙 那待会塔塔的防守目标就很简单了 只要守上方的位置就OK了 好 那塔塔这边还用了细节操作 直接把鳄鱼给围起来 这样就可以不用跟这些鳄鱼打了 还要把鳄鱼直接关起来 这只村民怎么剩一滴血啊 哇 这个就是极限操作啊 莫名其妙喔 就把这只村民操到极限了 好 那这边 MIPER是决定野外吃 但是这只鳄鱼有点凶 会拉村民解掉 MIPER点一下了城堡时代 52村点城堡 塔塔这边稍微慢了一点点 难道塔塔这边是要树地吗 双TC树地 有可能吧 28个人吃肉 好这边帝王时代可以补了 好这边补上去 黄金多补一点 这里再补几十个人 不用不用不用补到几十个人 再多补五个人 树地应该没问题喔 好 但这边补了一集 挖之鹰 农田 伐木 难道幼名要树地了吗 好后方偷挖石头 好 那这边马来人升到城堡时代 尬了一根城堡 点一下轮轴技术 好 那城镇中心的前置也没有太短 35秒 反而是Viper这边要来打双TC树地了 这边帝王时代已经补下 但是这边是选择了断村上帝王 所以Viper的村民树 现在是非常落后于马来的 那塔塔这边是没有决定要 断村上帝 虽然上城堡时代的时间稍微慢了一点点 但支援用得非常紧绷喔 好 这边按了几只爪刀 先去前面侦查一下 好 这只落马来搞定 好 这边帝王时代 已经要升上去了 时间还比Viper还要快 而且现在Viper的村民树还落后的 那这时候Viper可能也不会开TC去补村民了 因为只要城镇中心一爆了 你农再多 意义也不大 好 那塔塔这边的进攻的模式相当积极 那下方这里呢 并没有太多的打斗 大家都是想要专注在中间的战场 因为中间的TC 谁被拆谁就出了 外围的TC反而还好 没有这么的受伤 我会马上结束游戏 好 那Viper是决定点下了手推车 之后才补下了化学 那这边化学的目的 是为了要转出工程器制造所里面的火炮 那西班牙人的招降能力也是非常强大的 可以招降速度很快 但是极限于传教士 一般的僧侣招降 就是普普通通 那我是觉得生侣来说西班牙人还是比马来人更具有优势 好 那这边Viper是决定转一般的生侣 而没有转传教士 那传教士还有一个优点 就是他的血量比较多 还有品种可以点 好 这里巨型头司机赶快拆 后方巨头两边都在互拆 这边错误被招降掉有点亏 好 赎罪思想赶快补 待会就可以招降塔套这边的生侣了 好 右边这边落马跟骑士 在这边阻止捡生物 但Viper还是偷捡一颗走了 好 这里开始有大动作了 上方也开始有动作 Viper的中间已经打到有点危险 好 但是化学也好 后面的火炮找个机会按一下吧 好 右边这些臭兵可能要被抓掉了 哇 这里很伤 好 中间看一下 城堡好像有机会拆得掉 这里的巨型头司机赶快来到了五台 现在Viper没有足够的黄金可以点火炮 因为现在把所有的资源点到了异端审判 还有僧侣科技上面 待会可能还是要整个传教室哦 好 两边圣旅招翔一下 Viper这边顺利招翔到了几只圣旅 后面这一只 西班牙征服者可能也不要招翔 好 这边直接还手点爪刀啊 用圣旅去招翔爪刀 这个不特别的Viper 真的就是要手术拼起来了 好 五台巨型头司机架起来了 Viper的火炮一台还没有按出来 黄金非常缺乏 现在外面五台火炮 有机会招翔得到吗 但是后方的爪刀弩是慢慢走出来 要防止Viper直接把巨头给招翔掉 好 开始有一些死伤出现了 刷刀越来越多 Viper把所有的胜率往外派 点下来救赎思想 本来是想要招翔巨型头司机 但是这边胜率全部走出来 可能没有机会逃了 好 但是现在所有的城堡都倒了 两边的城堡都不见 现在塔塔这边是拥有绝对性的武力优势 好 中间这个地区快要挖穿了 但村人被抓掉 Viper这波可能要直接一波倒了 后面有补火炮啊 但是这边爪刀进来的话也挡不赢 好 这边爪刀魂努力 这里还在努力招翔当中 看到爪刀过来再去招 这里可以抓到四只爪刀 OK 没有问题 好 但是现在没有办法继续往前推进 火炮 火炮真的不安一台吗 这里真的只靠僧侣有机会吗 好 这边僧侣赶快往后拉 直接拉村民去盖堡 盖在脸上 巨型头司机要被拆掉了 Viper要被秒杀了吗 诶 结果这个TC被拆掉也没事 诶 难道是要两个初死TC都拆掉吗 才算赢吗 那现在塔塔已经完成了一个 诶 没想到TC被拆不会游戏结束啊 看来这个判定是要初死的TC全部被拆掉 才算赢 OK Viper这边是补下了精灌技术 霸拳 霸拳点下之后 就可以用村民进行战斗 但这边村民好像有点太早拉了 现在被爪浪的事打还是有点痛啊 但是还好后方的僧侣很多 哇 这个游戏比赛如果是以单TC的结构来说的话 Viper已经丢掉了比赛了 那现在Viper继续靠生旅加上西班牙的霸权能力 开始反杀回去了 这就有点特别了 直接把村民变成战斗单位 手是人家的修道院 残宝还直接盖在人家巨头的脸上 Viper终究是Viper 太有想法了 好 这边僧侣圆来越多 来到了16只的数量 左边的部分没有太大的变化 下面也是安全守住了 而且现在有霸权的关系 现在爪刀或是骑士少量的过来的话 还是有可能会被村民给反击回去 马来人这边点一下异端学说 点一下骑兵还有跟踪技术 不想要再被招降掉自己的单位了 有异端的话 单位就会自己被暴毙了 好 这个墓区终于挖穿 现在中间跟右兵的地区终于可以联通了 好 这边Viper一个大量首点 马来爪刀 爪刀数量实在太多 虽然有少量的爪刀已经被招降掉 但是三绿终于是挡不住这么多的爪刀数量的 好 直接往后落 后面赶快拿拳套扁一下爪刀 但爪刀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好 后面补了一个黄金 采光地 继续盖城堡吗 哦 转射箭场 这边难道是要转炸毛兵 还是要转火枪吗 我觉得应该是转火枪啊 转炸毛兵的话实在是没道理 火枪的几率应该是高达9.9% 但是 OK 点火下来 有这么多的可能性啊 火枪兵最后还是首选 好 先点这个 弓兵铠甲 后面 把这些单位拉过来 防守 一点再补一些 好 那马来人 这边是点下了 精锐爪刀 还有三弓 Viper这边的打法是走火枪路线 火枪打爪刀其实有个问题 之前我们的频道内 出现了一场比赛 马来打波西米亚 那波西米亚的攻击速度 战车攻击速度非常慢 但是爪刀呢 是非常好打 这种攻击速度慢的 强力火力文明 还有这个榴弹炮之类的 因为他的单位够多 就算真的被打掉了 很容易对方会有异伤的问题 自己虽然够多 反而很好包抄对方的贵重单位 火枪啊 战车啊 榴弹炮之类的 但是西班牙这边跟波西米亚 不太同的地方 是火枪射的速度够快 这个换弹时间够短 打下一把速度够快 所以这一把就有趣了 到底马来人 打这种 伤害极高的文明 有没有有料呢 好 这边这一波上来 爪刀上前 加上落马后面包抄 想把僧侶抓掉 等于所有僧侶躲到城堡里面 后面的火箱无情输出 这边的村民也是开战 拿起拳套 对着爪包农士 一阵暴打 左边的军阴扣斯衣 全部架了起来 开始进攻这根城堡 这根城堡里面的僧侶 全部被打噴出来 赶快出来招想一下单位 但是城堡应该是守不住 又掉了 好 后方的火箱兵 没有继续往前步 但是还是有在慢慢量产火箱兵 好 这边村民直接往前 想要直接手点巨型头C 但是正面的清洗兵 跟爪刀数量实在太多 但是后方的火箱 慢慢补了起来 还有20支的火箱 再继续阻挡 这些爪刀罗斯 进攻的节奏 那这边火箱数量 太慢慢变少了 不是火箱 爪刀数量慢慢变少了 好 现在有机会 可以打得住吗 好 但下方又有爪刀过来 但是 卡套的城堡也是被拆除成功 现在很尴尬 好 这边爪刀 决定要往下 趕快偷打 就下面的农田 居然都没村民了 Briple这波打得有点 all in 一波 这坨火箱没有的话 可能就没有办法继续了吗 好 这里直接拉了一大堆的村民 从上面绕过来 这里Briple有什么想法吗 直接手撕城镇中心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OK 塔套这边看到 欸 TC里怎么都没人 哇 真的是想要手撕TC啊 但是看起来没有机会 Briple这边是想要用村民 打掉城镇中心 可能就可以拿下比赛的胜利 原来这边是要拆 哪边才是会结束TC的吗 好 Briple一个手撕TC 好像有机会 这个血量 300D 200D 100D 归零 游戏有结束吗 没有 Briple这波赌错了 看来是要两个TC都拆掉 才算游戏结束 那这些村民现在拆掉TC 游戏也没结束 那接下来要被结束的 应该就是Briple了 好 Briple这边再尝试进攻 好 左边冲进去 这波村民再次往前抱 全村民 能不能溜个洞进去呢 塔套这边要赶快进去 好 补了一个城门 好 村民有机会绕干进去 后方的村民有机会 赶快补动吗 赶快补城门 补城门 补建筑也行 但是村民已经大量走过来 好 这边 塔套所有的兵都在中间 想要拆东西 想要冲进去 杀一波 但是里面都没有人空尘技啊 OK 这波空尘器打得很漂亮 巨型投尸机也过来了 大量村民加巨型投尸机过来 这里塔套应该第一时间要防守 前方村民跟后面巨型投尸机 这边吊尸 有一个闪尸 都有可能会瞬间游戏结束 后方巨型投尸机丢了两发过来 村民大量直接往前 Viper的村民直接扛了城堡的伤害 开始手撕城镇中心 城镇中心的血量掉得很快 巨型投尸机 这边全部倒地 但是Viper的村民处 只剩下少量的七只 塔套这边防守 防守非常到位 Viper应该是没有机会打一了 这边直接打出了聚举 我们恭喜Viper 不是 恭喜塔套 打下比赛的胜利 我才已经有讲错了 哇 Viper这波打得好精彩啊 火箱虽然活下来了 但是工程器跟村民全部倒地 要是这个城镇中心也倒的话 哇 Viper就直接上演一场 精彩的大逆转啊 那塔套这边呢 这边要赢也是迟早的事情啊 这个巨型投尸机 都已经架在脸上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经济的部分 经济的部分 应该是塔套赢超多啊 哇 赢了快要2万资源量啊 好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了 那如果 如果喜欢这部影片 请记得不要按赞订阅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各位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